这个墙 参展艺术家当起志工 带领民众细细观赏画作 另一头还有老师在进行人像素描 现场气氛相当热络 这些都是来自彰化 目前在台中市定居的艺术家 因为有共同的兴趣与爱好 因此组成了彰化同乡美术会 最近他们还来到屯区英文中心举办巡回展 希望能将艺术推广到一般民众 这次在屯区艺术中心展出的作品 可以说是我们全国美展优选以上的 很多都是全省美展或者大敦美展第一名的作品 那一共有展出57件 都是50号以上的大作 可以说是顶级的画会 就是因为作品都是非常优秀 非常值得一看再看的作品 这次巡回展包含油画胶材以及水墨画等等 将近60幅的作品 其中步伐有获得全省美展首奖的作品 以及法国艺术家沙龙金牌奖 整体水准相当的高 所以这个山穿水素 这个注重那个色彩的色彩跟色块的组合 比如说色彩应该没有什么好坏 但是什么颜色跟什么颜色在一起的时候 效果最好 一个画家应该要有这个认知 车里原恒大师的画作 其他老师的作品也都是一时之选 而且都是50号以上大尺寸的创作 非常难得少见 美术会也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到囤区艺文中心来一趟艺术之旅 接下来求风台中采访报道